大家關心關心的朋友好 這次很高興我們找到喬寶寶 跟我們一起做錄影訪問 為什麼要找喬寶寶呢? 因為今時今日疫情在印度非常嚴重 我自己本人想了一件事 就是賣我一些collection的畫、藝術品 因為我錢不多 但我有一點藝術品 希望拿出來給大家買或拍賣 剩下的收益 除了扣除了我自己的成本 畫、藝術品成本之後 部份的錢想盡量捐到印度 大家知道雖然印度好像距離我們香港 吉隆坡很遠很遠 但其實我們全世界都是一個國家 一國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單單自己沒事 就可以在意不理 我亦都很幸運 成功有一幅日本Kusama 一個很有名的畫家的畫作 成功在韓國的買家買了 那我就想了 究竟我們去印度給誰呢? 怎樣給呢? 怎樣可以真的落地呢? 我想到一個很好的朋友 應該要找他幫忙的 就是喬寶寶 你好喬寶寶 你好你好 你現在在香港 是 正在隔壁 隔壁 為何你會回到香港呢? 都有一些工作要做 電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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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的首映 非常好 希望你工作順利 謝謝 你明天就離開這個監獄了 是的 沒錯 喬寶寶如果馬來西亞的朋友不知道 他是香港一個很知名的藝人 非常搞笑 我想沒有什麼人不認識他 希望你馬來西亞人多些認識他 喬寶寶不要跟馬來西亞的華人 或者馬來西亞人搞個招呼 印度人 哈嘍 各位馬來西亞的朋友 你們好 是不是印度話一個叫做 Namati Namaste Namaste Sasriyakam Namaste Aslam alaikum 說完了 Very good 那就跟大家說聲Hello 喬寶寶 你覺得今時今日的印度疫情 對你來說是怎樣? 什麼一回事? 當然是嚴峻 大家看到 Sorry 限雷 限了一個雷 下雨 大雨 不好意思 嚴峻 立刻限雷 立刻限雷 大家看到都頗嚴峻 每天都說三十多四十萬人受感染 而超過三千多四千人死 每天 雖然自己不是說有很多親朋戚友在印度 但是看到自己的地方都覺得很傷身 看看在哪一方面可以幫助到一群人 在印度的 始終印度的貧富源泉就很厲害 但是物資就比較短缺 現在大家看到醫療架構都面臨崩潰 希望各界有心人 有錢出錢有力出來 希望這個疫情就快點過去 是的 因為我在想怎樣可以令到這件事 更多人關注 所以請了你一起跟我們分享 多謝你 意不容辭就參與了 其實我也知道聽到你好像有些親戚朋友 都中了是不是 我第一大姐夫 大家姐 即是那些子女 然後我老婆那邊 即是太太那邊的親戚 其中一位就三十多歲 其實都很難走得掉 如果是新在印度 如果這樣看 我想平均每五個人 有一個 就差不多中了 即是五分一 即現在在三月中 因為始終印度就叫第二波 第一波的殺傷力就沒有那麼強 不過變種變異的病毒 就沒有那麼厲害 那麼 他 初頭 就是去年 大家看到 印度都有試過封城 就是一個多兩個月 但是 是 不錯的 之後 他們覺得 因為經濟問題 封城會影響到 國家的 經濟 很多方面 這一次就少做 而且 如果對比其他國家的 他們自己中招的人 就比較少 很多人覺得 印度人會不會因為抵抗力強 因為吃咖哩 知言次女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至到三月中的時候 就有一個新的變種病毒 即是雙重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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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殺傷力就非常之強 那 殺傷力就越來越年輕 即是 中招的人 以前就說 去年就說 即是 六七十歲以上那些 就比較危險一些 即是現在其實 三十歲以上 都 都 都很嚴重的 甚至 連人吃點缺而已 哇 你變成了一個 laborer 你這麼多人 就像平均差不多五分一 那 你去到一個 馬哈拉 馬哈拉斯特拉 即是馬哈拉 斯特拉幫 即是一個印度第三大的幫 即是那裡死得比較多 差不多死了七萬幾百萬人 即是你二十幾萬人 有差不多三分一 都是死在那個幫 即那個幫就佔了全國的三分一 他現在就 未出事之前 他全國都不夠 兩個百分一 是打了兩次 嗯 其實非常之少 即是引到14億人來說 就 我想 如果這樣的走勢 一年都 都不知道過不過一半 哦 不過其實呢 我聽到一些科學家說 就算你打疫苗 反過來都很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抗藥性 變成了超級病群 當然醫生科學家都鼓勵打 即是打疫苗 譬如你中了一招 即是你不會先拿你的命 尤其是30歲或以上那些 即是我覺得全國有些發達國家 現在美國看到的12歲或以上已經開始打疫苗 其實它的疫苗是非常充足的 而且很多人都不太相信疫苗 覺得那些副作用是多的 但其實他們不知道原來 因為如果有疫苗的副作用 那些副作用就更加厲害 很多人中了一招 尤其是20-30歲那些 即是30多歲以上 即是中了一招 即它的副作用都很明顯 即是大家看到 我覺得打疫苗總比不打疫苗就好 說真的 你一剎那 你很難離開自己的家園 即是就算你說 你在馬來西亞 突然間你覺得有些病毒散布得很厲害 那你在哪裡 那你很難離開那個家園 即是你現在世界各地 它都不讓你說入境 現在很多國家 譬如好像澳洲、香港 香港你就算在12月24日 即是去年 它都禁止它自己的工人入境 那麼你看到 即是初頭英國那個變種病毒 都比較厲害 南非那個又厲害 巴西那個都比較強壞 即以前最強的就是反而是巴西 即是每天都在說 死三千多四千人 那現在就 印度那個變異病毒 是更加厲害 如是者 其實這個病毒 一路去變 越來越強 那麼 殺傷力 越來越年輕 我覺得大家如果想脫離苦海 就早點打疫苗 疫苗才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我打了阿斯利河 在英國打三月頭打的 現在我老婆都打了兩針 我媽媽那些都打了兩針 媽媽小兒子就沒有了 太太就有少少發燒 第一天 接著有三天就手臂 痛 那我覺得很多的疫苗都會有少少的 就是一些服裝的 那 Overall來講 我家人都打完都沒有什麼大礙 就是普通那些頭痛 那些手腳麻痺的痛 之類似的 我想要提醒之後 可能在一百萬之中 有幾多人打了疫苗 而有幾多人就出了事 就是這樣會反而是好一點 但是你突然說 這個打了疫苗 一個星期就到頂了 這個又打過這個疫苗 就是可能它本身 它有些是精神的問題 但是因為你打了疫苗 就各種東西都入了疫苗數 就是現在可能有些死的時候 都會入了疫苗數 是不是 上次就是 都是我跟老婆結婚週年紀念 最上次就是 我老婆的大哥的兒子結婚 印度那時候的案子都比較微 很少 就好像以前沙士那樣 就是那時候沙士 印度都沒有什麼殺傷 可能那些菌就沒有 現在這個冠狀病毒那麼嚴重 他們覺得上次沙士都沒事 這次應該走得掉 那些人都在研究 那些會不會吃咖喱各樣的 那些什麼謠傑 始終這是一個病毒來的 它是病毒來的 不是Bacteria Bacteria 可能會沙菌 因為始終家裡有陽光 算頭薑 它用天文地理去決定地球 它說尊重the nature 就是你如果不尊重大自然 如果人類不尊重大自然 這個世界會多災多難 接下來他說 這個也不是最強勁的 最強勁就反而去到 就是在八、九月 我想大家應該說 所以說是盡快打針 如果你看到北丹 超過九成人 18歲以上打了針 他這麼久都死得一劫 就是憑這個數據 大家都可以看到 是打針 是總比不打針好 還有他的P.M. 即是Prime Minister 都是一個醫生 你可以信醫生 你知道Facebook和YouTube 很多的Homemade Expert 又說自己放一些Homemade Links 就是武筋武具 那些媒體也沒有說過 然後又說 很多的Conspiracy Theories 走出來 我想大家不要相信這些原因 都是那些主流媒體 聽到醫生專家說 自己就不要做專家 其實多方面的 我覺得一個天空瓦 大家都是一家人 患難見真情 我覺得互相幫助 互相鼓勵 互相支持 都是給一些信得過的團體 有些人 你知道有機會趁火打劫 要看回資料 來自哪裏 我們捐給一些什麼人 大家要小心 有時好心做壞事 我想醫療 最重要是P.P.E. 醫療 口罩 抗氧 這方面反而是 醫療的 因為醫療架構也面臨崩潰 因為印度 大家知道都滿天神佛 他們的廟宇多於便利店 那些人會太迷信 可能覺得拜神 或者行俄洗禮 應該會沒事 我相信現實一點 大家要提醒一下 戴好口罩 始終你看到絕大多數都不戴口罩 就算有戴口罩都是比較亂質 我覺得政府也有很大的利貌 給多些時間到家 現在真的要做事 現在兒子都大了 都穩定了 媳婦是醫師 她都有一個好工作 我們都一起住 我們的財產都穩定了 我覺得 錢就沒有人言錢聲的 你找到一萬追求十萬 找到十萬追求一百萬 我覺得你最重要是 知足常樂 開心一點 家庭幸福 我覺得家庭很重要 我會給三分二時間在家 有三分一時間我會工作 如果真的找我做 我想客串角色會比較多 但是我不會放這麼多時間 放在一些戲種上 久不久 可能一年不怕 一兩個drama或者電影 就開心一下 去到六十歲左右 我想我都會全面 游泳 我想你不要放一個雞蛋 在同一個basket 就是你要多方面投資 就是你有 我想最少三分之一 你一定要儲錢 就是你自己有一個財產 如果你有九十萬的 我想三十萬的財產 你就有一個避險的現金在這裡 那你將三分之二做投資 但是你投資也不要投資在某一個 檔案上 就是多方面 分散投資 就是現在你覺得 在這個疫情 哪個最有利益的呢 其實是 工資格最有利益的 或者有些 減少備 或者在醫療方面的東西 或者健康產品 消毒產品 就是這些東西 但是這些八年一遇 你長期未必會在這方面有助英格蘭 那斯科特蘭都比較悶一點 你可以這麼說 如果對比香港人 但是斯科特蘭的房子 那些價錢就便宜很多了 就是對比英格蘭 香港你差不多 你每個月是一個百分之一 你英國 你英國的 你是一年才有三個百分之一 就是你 你根據那個地方 比如倫敦 倫敦是很貴的 倫敦拍得住 倫敦拍得住香港 但是沒有什麼用 你太廣闊了 還有你 就是跟別人逼 各樣 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現在反而很多人 去到曼徹斯特 就會好些了 我想多了華人 你知道華人也多姿多彩的 就不可以了 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是好玩的 多姿多彩 你知道 多了卡拉OK 酒吧 哈哈 都會的 大家互來互為 刺激經濟 你印度人很少 你看到很少印度人 唱歌的 或者下酒吧也很少 我都是一些華人朋友 現在在斯科特蘭 我的親戚比我的朋友更多 哈哈 很開心 不過現在已經老了 你看 那些鬍子都白了 嗯 最重要是大家身體健康 知足常樂 家庭幸福 早點脫離苦海 大家開開心心 我們繼續出發 好了 拜拜 各位馬來西亞的朋友 看到那些喬寶寶 帶人的小孩 身體好 哈哈 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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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